由Model 轉型演員的馬志威入行九年 35歲的他去年終於憑著內地劇《三十二》以《人氣急性》 微博粉絲人數暴增超過229萬 除了狂接劇集、電影和綜藝節目之外 高大美女的他更成為市商品牌活動的新寵兒 近年主力在內地發展的馬志威 早前回來香港就和鄧麗恩、Stuffy拍攝電影《十二日》 雖然戲中又是艷幅無編 不過私底下專一又傳統的他 曾經在訪問中向女朋友Maureen大派頂深遠 講到明已經有結婚打算 據悉Maureen是月文樂潮牌服飾的開國公賞 Edward亦都一著已經融入他的圈子 在2017年更加拍著拖出席如文樂的澳洲婚禮 難得留在香港不用開工 早前在晚上8點半 頭條日報的記者就撞到他陪女朋友 去到時代廣場買花 Edward就很有耐性地等Maureen 按完手機見女朋友都未搞定 就一趕到旁邊的City Super那裡繞個圈 繞完出來女朋友才剛剛選好去排隊給錢 他唯有再拿手機出來Q-Time 結果一等5分鐘又過去 Edward都悶到變化石 硬定定站在花店到外等 最終Maureen回來捧著一盆乒乓局 並且雙雙去到地面搭的士回家 而事隔一段時間他們兩個再次現身 同一店頭到買花 當日在晚上近9點 Edward又是站在花店旁邊 同一個姿勢 同一個動作複Message 而女朋友就忙著選花和賣單 所謂狡別性身分 今次Edward就熱情得多了 當Maureen給錢回來等下花的時候 身高1米8的她 立刻向喬滴滴女朋友撒嬌 先是從後踏實對方的肩膀擴搖 跟著又伸上網面豬仔 之後Edward更忍不住 將Maureen拉向自己胸口 打算以雙手攬實對方 但未知是否商場仍來仍往 Maureen 立刻叫不好 聽望男朋友描束縮開手 而大概10分鐘之後 Edward就捧著一束超過半個身高的鮮花 雙雙步行去到電梯口 回去停車場拿車 期間盡輪到Maureen 多手上撕男朋友背肌 愛得真是癡癡 Hello 我是張景軒 在這裏足頭條日報 16周年生日快樂 足頭條日報年年No.1 0 10